原标题 军王相处,自古就是个技术活,尽之不逊,远了又会被怀疑,所以尺寸很难拿捏,汉初三节中,除了韩信,张良和萧和都得了善主,刘邦认为自己运筹帷幄不如张良,考后勤考不过萧和,出汉之争取的胜利,刘邦认为萧和的功劳大过韩信和张良,毕竟有个稳定的大后方, 对于刘邦来说太重要了,萧和是个天生但后勤的料,攻下咸阳,别人都去看咸阳城的壮丽风情,刘邦忙着去皇宫里看秦始皇,从六国搜罗来的美女,萧和则把秦朝的典籍文书,地图户籍资料等东西一股脑半个干净,这些东西就是秦朝的大数据啊, 掌握了这些等于掌握了秦朝政治经济命脉,为刘邦日后战胜项羽打下了基础,但是大汉开国后,萧和成了首个被怀疑的对象,毕竟他是丞相掌握着帝国的命脉,刘邦对他不太放心,萧和怎么办呢? 自无,自己给自己泼脏水,自己给皇帝送小辫子,让他抓住,他以低于市场价的价钱,强占民田,强买强买,导致民怨沸腾,有的人甚至找刘邦告御转,刘邦很高兴,说下国也会敛财了。 这种自无的手段,后人有很多人选,像郭子怡,像韩世忠,用脸才这招向君王表明自己对您的江山设计没啥企图,我就想做个附加工,和萧和不同,张良比较超脱,汉朝建立以后他不再顾问世事,整天闭门练丹,皇帝有时会找他子群,不找他时他则闭门谢客,修炼神仙术。 对于张良刘邦是很放心的,其一,张良是韩国后裔,在大汉军中没有根基,他最大的根基就是刘邦,其二,他不像萧和一样掌握着帝国的经济命脉,也不像韩信在大汉帝国军中资历深厚,他的目标就是消灭,报秦,为家族报仇,梦想实现了,他也从入世人变成了出世人,张良看刘邦看得很准, 活得很明白,后世还有个人影响学张良,入世做帝王师,出世当隐居客,这人就是刘伯温,但是刘伯温帝老板不是刘邦,而是朱元璋,朱元璋比刘邦心眼小多了。 大明朝建立后,刘伯温以养病为名回到老家,想学张良隐居不出,不再过问朝廷政事,但是朱元璋对他不放心,派人下旨就是养病,也得在京城呀,走不了露台,也要抬来京城,刘伯温没办法,只好回到都城,回到南京城他的生命,就不由他说做主了, 据说他是被胡为庸给毒死的,明朝开国公臣想有个好结果的,难,唯一的善终的大约就是刘伍了,当年引导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就是刘伶,他是朱元璋的老乡,朱元璋晚年大杀四方,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哥们弟兄几乎被他杀光,只有刘伶还活着, 有一天听说刘伶病了,朱元璋亲自去探,望他,毕竟是一起创业的老哥们了,他大约也盘算着,是否给刘伶送个烧鹅啥的,病重的刘伶看得朱元璋来了,挣扎着在病床上跪道,说,陛下您看我都一把老虎吞,病得快要死了,您就念在咱俩一块长大,我陪着您东征西讨这么多年,饶我一命吧, 朱元璋搀扶起他来,勉励他好好养病,心里默默想,烧鹅还是不送了,汤盒也算得了善种,但是得来得很卑微,很悲凉,闻,薛白豪欢迎点赞,欢迎讨论,谢谢关注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